马来西亚的天气变幻莫测 泰国也不例外 近期还发生了洪灾 泰国防灾减灾局星期日发布报告 指泰国北部的青莱府 彭世洛府和苏可泰府 以及东北部的郎开府 当天发生洪灾 泰国防灾减灾局表示 洪水是由于持续降雨导致的 影响了这四个府 223个村庄的3979个家庭 在星期日晚上 青莱、苏可泰和郎开的洪水水位 正在下降 但彭世洛的洪水水位正在上升 当局也指出 自8月16日以来 强降雨已经影响到泰国23个府 其中102个县、419个镇 和2266个村庄受到影响 共造成22人遇难、19人受伤 另外据泰国气象部门称 菲律宾东部海面形成的热低压 可能导致泰国大部分地区 近日再出现强降雨 气象部门表示 预计强降雨主要发生在 泰国北部偏南地区 东北偏南地区 中部地区 包括曼谷河周边地区 以及东部地区 这里也温馨提醒东方日报的读者 如果您近期准备前往泰国 请务必注意安全 如果您原定前往的地区 可能受到强降雨影响 那还是建议您调整行程 安全为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